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主持人林彦欣 我是主持人李行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彩虹旗的世界 我们有一则新闻 是最近比较好多的人都想知道的 而且在很多的媒体都做了大事的报道 你知道是什么新闻吗 我们应该是跟今天我们主题 比较谈老人的性的一个生活 就是荣民之家特别设了一个荣举式 对不对 没错 这三个字 蛮有趣的 应该是7月8号吧 今年的7月8号 才刚过上个礼拜 他们做了一个开幕典礼 那当然这样子一个发想 刚好我也参与其中 所以我就做一下分享 当时呢 听说是在疫情期间 万华的老人茶室出了状况 因为当时万华非常的严峻 很多人对于万华的那一代茶室 是有了很多的批评还有标签 可是呢 这些的住民哦 其实不会害怕这些的闲言闲语 他们呢 一样就跑到万华 去到万华 后来呢是洪世宽 前国防部长 现在是农民之家的主任委员 所以洪主委呢去做视察的时候 他就发现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老人吗 还是继续去查试 对 然后他就很好奇 他就问了一下他周边的人 问完了以后 他觉得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替他们设想 而且真的他们有这个需求 那我佩服的地方是 他想做 洪主委想做 其实下面的人都很害怕 是啊 因为我们其实像经常不断的接到 尤其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都会接到一些老人家 特别对于一些 比如说养护中心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不管是他们的社工 还是他们的护理人员 他们也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说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挑战社会大众的那个 一个挑战他们的思维 然后那我也很高兴说 原来是从一个上面长辈的一个公家单位 而且他其实像是军人退伍 将军这样退伍 然后他们 你也知道我们对军人的那种看法都老认为 他们其实像很死板 很古板 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没想到他竟然可以愿意想要做这样子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真是令人很惊讶 不过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推的老人 其实上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甚至他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 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拜访了高雄市很多的长照机构 当时会拜访他们呢 就希望说老人的性教育要被重视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当时应该是也有我自己的愿景 很想还有一个是成立一个可以为老人所照顾的系组 所以就想要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跟他们有什么合作将来的实习 因此就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 我记得在要写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前呢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走访 然后故意跟他们有一些的往来 帮忙上课 开课 可是呢我就发现 他们的这些主管呢 林可就是给他们学学花道啊 插花啊 没错 还有舞蹈啊 唱卡拉OK 还有什么什么球啊 滚那个球 老人家用玩的曲棍球 我不晓得是 不是曲棍球太剧烈了 太剧烈了 太剧烈了 就还有音乐 对对对对 我说卡拉OK啊唱歌啊 是然后类似于这方面的呢 就不多 那当然高雄市的人爱之家 应该是人类性学研究所经常 会跟他们合作的地方 还有我们地利之变 可是呢 说真的都是用课程的学生 去跟他们互动 可是要给这些的老人一系列的 说穿的是 知识的给予 性知识的给予 还有给这些的照顾人员 知识的给予 还有态度 都没有的 态度的开放 其实没有一家愿意给予 是 这真的很挑战 太过挑战了 因此当他们有这样子的构想的时候 找到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哇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 而且居然是由一个公家的单位 是的 愿意这样子做 而且从荣家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 因为荣家是遍布全台湾省 是 他如果一旦推行起来 那就是整个都推行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着力点 我心里想说新竹对我而言 不远 因为那个薪之所在 想做的事情就不远 所以我就答应了 答应了 那我就有跟他们谈 我说要做这件事情 而不可以只有贸然 只有设一个所谓的单独式 是 解决他们的需求 是 我说你要做前辈的工作 所以呢 就开始从问卷 开始做起 那问卷呢 就是去调查他们 就以新竹农家为主 因为他还有台北农家 高雄农家等等 去看看这些的长者 是不是真的自有这个需求 然后他们的性生活的频率 他们会想做什么 包含他们的性态度 做完了以后 而发现他们有 真的有这方面的需要的 是有的 而且这些的长者呢 几乎大概六成以上 都觉得他们需要 不管有没有办理 问题来了 工作人员会常恐惧 这 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这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工作人员 其实很戒慎恐惧 不晓得 我们到底做下去之后 会不会被人非议 或是被攻击 或是还有家人 他们来自于家人的那种压力 所以我前面的三次会议 我几乎是在做沟通 沟通什么 沟通就是澄清 跟理解他们的焦虑 这些工作人员的焦虑 因为你要去先做这些的工作 你不能硬干 是 因为接下来还是要他们去执行 是的 所以他们就提出很尖锐的问题 就是说万一将来的报纸上的新闻 是是是 这最害怕的 然后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那 林老师 那你要怎样 万一从外面找人进来怎么办 那我就说 我说我会陪着你们 我说如果有这个问题 不管是新闻记者 我都随时你们说了 我就请假 我说如果我有事我就请假 我跟你们站在第一线上 我会在你们的前面 嗯 然后呢 我去说明他的重要性跟为什么要做 嗯 那你们都不用说话 嗯 我说你们不用说话 你的意思是说反正有事你扛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在前面挡着 嗯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SOP流程啊 遇到这个事情就可以怎么处理 遇到那样是可以怎么处理 我说没有 没有的 是的 是的 我说可是你们一定要上课 嗯 我说上了课你头脑开了 你所有的问题你就会了然于心 是的 你会面对 知识丰富了 加上态度如果open了 你会面对各式各样的这种挑战 或是这种尖锐性的问题 你是会用一种开放跟接纳的方式 自己的来处理的 嗯 因为你的面对的问题实际上 是我们背后这些老人家们 他们的一个健康跟他们的需要 嗯 可以理解 嗯 所以你这么说他们一定就安心了 对不对 反正前面有你挡着 呵呵 后来我觉得更可贵让我感动的地方 是红主委知道我要进去了 嗯 因为他们说他们请到了一个专家 要来做这件事情 他也很想见我 我想说欸好啊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本人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他 哦是看他 以前当国防部长的时候 他都经常在电视上 国防部长 那所以那天我见到他面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开他玩笑 我说我今天终于真的见到你了 我说我都是在电视上看到 哈哈哈哈大响 在台北 在台北 他那次就是到台北的 他们的农民屋的那个 部导师的总办公室 那新竹农家是他们的一个机构 是是 就退府会 他们其实都属于退府会嘛 对不对 那我也第一次进去 第一次进去 洪主委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工作 所以他就把全台湾省所有的农家主任 一起找来 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介绍让我认识 也让我去认识他们 我觉得那个叫做慎重 在我的感觉里头是慎重 然后我就在那一场 一个早上我就把我的理念 我的想法 我对于老人的性的一些看法 用很轻松的方式跟他们交流 然后听完以后我就说 接下来就要设计课程 一定要播出时间上课 然后还要有前后测 你又搞学术的在一套就对了 对对对对 我说这样子才会知道 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增加了他们一些好的态度跟知识 那您说的课程 那三点到五点就上老人的课 那那个课程的脉络就很不一样 因为老人呢 你就要跟他们建立关系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需要很活泼 是是是 后来他们不知道我的年龄 我说我的年龄跟你们差不多 老人说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乱骗乱骗 他就说连老师都乱骗 后来我觉得那上课很愉快 就上下来 然后后来有一个后遗症出来了 那个后遗症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每次去他们工作的人会从新竹的高铁站 把我接到新竹农家 是 那就在车上就跟我说 您老师 你才上到第三堂 我们已经很多住民在谈恋爱了 那就好耶 那我一听到我就很高兴 是是是 我说太好了 是啊 他们在实践了 然后他们不敢吭声 老师是很好 可是我们怕 接下来的针锋吃醋 是 还有万一不行啊 分手啊 对 这些老人呢 其实遇到琴的事情 还是跟那个 血气方刚的青少年 一样的 一样的 都不会平息 对 就老人小孩这样 就是会 还会再回去 对 我说没有问题 我说接下来我们的课 也有谈怎么约会邀约 也有谈怎么分手 分手 我说都会交 所以你们都不用害怕 嗯 到目前 我从三月进去嘛 一直到七月八号 他们都全部 全部都举事 OK了 所以就把那个单独是 给设出来了 嗯 嗯 那那天七月八号的时候 我觉得是 他们的成果啦 应该算是他们的成果 接下来就是看这些的 嗯 住民 到底他们的使用情形 嗯 他们规定大概 顶多一个小时吧 哦 一个小时 因为你还要给别人使用嘛 如果你待在那里面太久 那就要额外的说 我需要多一点时间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来讲是一个小时 OK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当然 所以他里面就有放了一些的 譬如A片 对 还有一些羊眼的杂志 是是 嗯 然后那个 旁边我本来建议他们说 就贴上那个清凉的照片 嗯 是的 我刚刚看那个新闻 你转贴给我的新闻 我觉得那个环境 还是有点太过严肃了 一天我觉得应该用moteo 像那样子的一个 对不对 灯光每七分家 嗯 我有说你们应该可以再四十一点 对 对 可是他们还在尝试 因为还要经费啦 我觉得应该这些东西都要有经费的 嗯 所以光那个贴那个比较清凉的海报 嗯 其实那个军会不多 但他们还还停留在 比较比较应该是谨慎 你知道吗 说的也是容家还是以男生为主嘛 对 对不对 女生很少 女生比例起来当然是不多 对 但是他们呢其实听说是 只要是军人 然后四十五十岁他们退休了 对 他们就可以去申请 是啊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那个房间的设计好像也是以男性为主 嗯 男性为中心的嘛 好好看 因为男人比较多 容家男性多 而且他们的需求也是男生会比较凸显 当然当然 凸显 女生是有 但是如果是老一辈的人 就不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一辈的女生比啦 是 是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来讲 我觉得也没有错 嗯 也没有错 所以老人的性需求我觉得很漂亮的是 各个新闻都帮他们报道了 对 都几乎没有互免 是 嗯 这个事我觉得很可贵 对对对 那个其实上我觉得都还算是持平 然后只是说明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里面也说像现在也有老人家开始在申请使用了 对 所以那个都是一个正向的 我也觉得 还这样子的反应其实是蛮好的 嗯 蛮特别的 容举氏 嘿嘿嘿 这个名字很好玩哦 当时也有新闻记者很好奇的问他说 为什么用容举 对 那我相信那个龙就是农民的代表 对 然后那个举 他们就觉得原来也有谐音 当然当然无望再举 也是举起来的意思 对对对 我觉得是名称弄得非常好 是 不晓得谁想到的这个名字 是他们的团队 那倒不是我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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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也蛮好玩的 原本你看 而且他有一个好处是你光看的时候 你不太会容易 嗯 知道到底它是什么意思 联想 联想 想把温柔 抛在身后 FM94 陪在你左右 高雄广播 我是主持人尼延青 现在是超高零社会 现在是超高零社会了 然后大部分的人 因为都大概七十多 七十七嘛 到八十三岁左右 然后中间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都会面临到独单身 然后又加上我们现在少子化 所以他们社会本来早就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超高零的社会了 这个部分本身 其实上我们都应该要在乎的 或者是常常在想 我妈妈也是 对不对 身边周遭有很多老人家 都是独生的 因为爸爸去世 或是伴侣去世 一定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在很早期 1971年 美国华盛顿大学 就做了一个研究 当时就已经告知我们说 60岁以上的老人 其实他们就已经有 58%有这个性行为了 你的意思说 1971年 1971年时候 其实调查 即使老人家到60岁以上 他们仍然还是有新需求的 而且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老人家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是 我觉得是每个人 如果我们把性这个字扩展 譬如说我们到了心灵 身体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 不是60几而已 70和30而已 应该是说他频率会下降 但是他是有需求的 对 所以美国有一位学者到现在 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很有趣 他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奴家 说什么 几岁几岁有多少次性行为 是在一个平均数字 国外也是 好 李勋 假设说今天呢你是50岁 其实你还不到 我到了啦 对谢谢你 他就说用50岁乘于9 对对对 五九 他就 五十 五十 五十岁嘛 然后你就用左边的五 零不要进去 对对对 九五四十五 那就是四十五 那四十五呢 那个四十五的四十天 四十天 是 是你的周期数 是 然后那个五呢 是你的性交的频率 是的 就会说你在这四十天里面 你要有五次的性行为 大致上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出起来 就是八天有一次 对对 就是你一个礼拜至早要有一次 对 我知道有些人 其实我们被问过很久 很多次到底频率哪些 才是比较正常 虽然我们不太喜欢 告诉大众们 那个频率这个问题 可是真的就听说的 就是有人提出那个你的年龄乘以九 那所得出来的这个数目 这就是可能你比较对的 正常的频率 但我认为 当然也会因而异 是 有的人很强 是 他可能不是八天 他可能每四天就一次 是啊 九五四十五 九五四十五 其实我的解释可能是四周五次 对不对 那就一个礼拜一次到两次左右 这是我的解释 有些人会这样 对对对 那有些人就是 四十天五次 四十天五次 那如果你四十天五次都没达到 那就要去治疗了 哈哈哈 可是我们真的 我不喜欢这样子 不一定 说对 就是说大家如果协商好 是 不见得是用性交的活动 是啊 你用抱抱啊 清心啊 对啊 或柔柔啊 是是是 其实他都是性的 是是 即使没有说他其实只是可能只有插入而已 但他没有完成整个全部 只要他们两个双方高兴就好 而且这种频率我很担心 因为对大众来说 为了要让 参考参考 对为了要让觉得自己正常 就不断的去那个 要达到标准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夫妻两个人 他们都频率很高 我们也很高兴 两个夫妻两个 伴侣两个 如果频率低 他们高兴 我们也高兴嘛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如果一个高一个低一个高一个没有 对 那就不高兴 对就是这个 其实上就是我 我常常都会觉得我们治疗的 其实上就是一个两个人不相配的 不宿佩的这种情况 其实才会是问题的 一个人很想要很多 一个人连想都不想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那就到底要让低的提出来 比较提升呢 还是要让高的人降低呢 我觉得要各退一步 对 不能完全配合 是啊 比如说我没有想要 是 可是您的频率很高 对 然后就会变成说 那你就要来配合我 让你变成没有 或是你要降低 很残忍 我觉得都很残忍 很残忍 然后你要我没有 变高 然后变高 对我来讲是个困难 是也很困难的 就是我本来只有60分 你要我达到90嘛 是是是 那我就觉得 这对压力太大了 这倒是真的 很多其实没有想要这么高 对 所以这方面也强配合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协商 没错 协商 没错 就说可以做什么 所以一个100分如果可以降80 一个60分如果提升80 这样好像也还不成 加减一下 对对不可以60分到100 然后100的各一到0 这样子还是太痛苦了 不行 对对对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 就是真的要协商各退让 这很重要 事实上性的活动其实对老人家 其实是好处 是 那我有看到一个网友呢 就很有趣 我觉得是很重要 他们说如果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了 还可以 比如说一个礼拜有四五次 那他就寿命 一定比一般的老年人 这样的年龄呢 会多活10到15年 是的 网友就开了玩笑说 那到底是因还是果 还是果是因 他本来就很健康 所以他很多次 是 所以他就活很久 是 还是他拼命一直做 所以他变健康 变健康了 好可 他就打了一个大问号 他说到底是因果 还是果因 对对对 我一看到这个网友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聪明喔 是没错 很聪明 事实上有做了追踪 二三十年的追踪 然后发现是真的包含心脏的疾病 对 就是说如果你有比较快乐 频率也不错的性行为活动 是的 他的寿命会比没有做的 你知道延长多久吗 总得一定五到十年吧 猜对了 猜对了 因为我们曾经其实上性生活 他本来就是对男生 特别是男生的心血管疾病的病发 其实是有五年的预测效果的 所以我猜应该会提早五到十年 没错 包含前列腺癌 对 因为你要射精 所以你的前列腺要收缩 是 所以他等于有点像按摩 是 所以他要把那个前列腺的内膜 增后啊 他就变得没有那么快 是的 他会延返 是的 所以那个本身像很多的泌尿科医生发现 那如果是在中年的时候 其实性生活活跃 他其实上发生 色护腺癌的几率是降低的 所以这个部分反正其实对中老年的 男性女性的这样保健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好处的 所以难怪我们中国人 从以前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谈 以前不是就在谈防中数吗 所以防中数就是一种延年益寿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样子说回来呢 我就觉得女性的伴侣啊 先不要管她是不是妻子 对我们讲的是伴侣 女性的伴侣 如果你真的希望对方是健康的 其实就真的要跟她一起做这件事 而不是说都不做 然后把她留在家里 然后她就会很健康 有一些的女性是这样啊 自己不爱了 就希望她严格 对 精神上的 不是真的 精神上的阉割 精神上的阉割吗 有时候实质上也把它阉割啊 我都觉得这是因为她要去大陆了 所以就完了 什么意思 很多太太 因为先生要去大陆做生育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先带去捷渣 捷渣还好 我是认为她连她要有其他的管道 去运作这些性的活动都不行啊 是啊 是啊 因为她跟曾杰 跟我们的婚姻关系 跟外遇这些都有相关联 这都是很多的那个道德啊 法律所涉入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也没人像你这么开放的啦 我很开放 我们都很全会跟开放的 不过这个就是个大问题 如果伴侣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跟配合 其实另外一个是非常不高兴的 不过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 写说人生最快乐的三件事 你知道哪三件吗 调查了以后的海航保第一名 没有我可以回答给你的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不要啦外国人啦 对 中国人有很清楚的概念 快乐好你讲中国讲外国 中国的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五子登科嘛 所以就是对啊 就是那个房子车子 没没没就是那个重举人生小孩 然后结婚啊对我应该顺序以下 对对反正这几个 就是这个 中国人说的这个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人生一大乐事 国外的调查呢 第一个快乐是做爱 好我同意 第一个快乐是做爱 是 然后第二个快乐 我现在觉得盘访的第一个快乐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做爱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快乐是做你自己爱做的事 朝着梦想 朝着梦想 对对对 还有一个我忘记了 好那没有关系 好 对象跟谁 我看了以后我整个人 哦还有调查对象跟谁啊 对对对对对对 你的快乐对象跟谁耶 哦 我看完了以后 也在我的意料之内 但是也出乎我的意料 怎么说呢 嗯 原来是浪漫的情人或朋友 是第一名跟浪漫的情人或朋友 做爱吗 嗯 好 而不是那个婚姻中的伴侣 哎 这个回来我们中国人说的嘛 反正 哎 就是什么什么不如偷啊 偷 哎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好这种一样的说法 婚姻里面啊 呃太固着了 嗯太习惯了 嗯 嗯 没有浪漫 嗯 所以我那天7月8号的时候 他们要我致辞嘛 嗯 那我就讲了呃 那个生命的品质 生活的品质 性生活的品质 嗯 三个品质其实攸关了我们人的一生 嗯 嗯 生活品质 还有一个生命的品质 生命的品质 然后性生活的品质 对 然后呢 呃你要怎么去完成这三个品质 嗯 其中呢 呃就是 你要对你亲密的人经常说谢谢 嗯 是的 然后呃 不要把所有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要记得哦 嘿 不可以视为理所当然 嗯 对这是我的看法 嗯 然后休闲运动 嗯 好对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要会沟通 嗯 啊 再来就是你要能耍烂满 嗯 跟都第一项一样呢 嗯 然后耍烂满呢 我7月8号那天我就讲了一个故事 嗯 我说有一对的夫妻 他们呢其实每次生日啊 对方生日其实都一起过 从来没有分开 可是那一次要过生日的时候 先生刚好要出国 有公事 那太太呢就觉得很可惜 可是太太有跟他讲 他会有寄礼物过去 因为这个都是他们 虽然行事 嗯 但是他们认为很重要 那先生就很高兴 要等他的礼物 那太太说你到的时候 你到什么饭店 嗯 还有你的房号 嗯 我那个礼物是要寄给你的 你要先告诉我 你要先告诉我 你告诉我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没错 好 他生日那天 真的一个很大的包裹 然后他有告诉他这个 服务员 嗯 饭店服务员说 你要把这个礼物一定要送到 房间内 是一个先生的房间内 很大吧 很大很大 结果一打开是他太太 没错我跟你讲 一定是他太太跳出来 嗯 然后身上绑着那个 蝴蝶结 然后你的想象 那就是你去的时候 你会绑蝴蝶结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全身 都没有穿 就绑着蝴蝶结 可是呢 煞蝴蝶的人呢 听完这个故事就说 万一他现在床边 有另外一个人 你不是礼物拆开了吗 是太太 可是先生 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那我说那没问题 那就回到沟通 对 我的PPT党 我说那就回到沟通 就要很冷静的开始沟通 好到底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 哇 你知道我的脑子当中出现那个画面 嗯 哇 然后两个女人就瞪着看对方 然后再看看老公 再看看对方 老公也一样 就是看着两个女人 然后三个人在那里 我这很精彩 我这做得超精彩的 这时候呢 所以我跟你讲 这时候一定不能穿衣服 因为不穿衣服这件事情就赢了 你懂吗 不穿衣服赢了 对 不穿衣服的就赢了 何以如此说 因为那个 你不觉得吗 一个穿衣服的跟一个不穿衣服的两个女人在那个现场 不穿衣服的就赢了呀 是的 你这样子讲 听众朋友们 真的 没有办法想像 没有办法想像 是穿衣服 比较有性的魅力 还是不穿衣服有性的魅力 不穿衣服的就 就那个 你知道她得大辣辣的站在两个人面前 然后没穿衣服 你知道那种自信跟那种 这时候就赢了 这是你的想象力 是的 是的 我有无穷的想象力 这也是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 给我的一个应该是说挑战 对这个议题的挑战 但是我的重点就是说 那个浪漫很重要 要制造 是的 制造完了以后 你遇到问题 那就回到沟通 是因为那个浪漫 其实是跟惊喜很大的相关 有关 不过千万要记得不可以给惊吓 我觉得先做好 是 所以老人呢 他们除了性的需求 也是需要有浪漫 是的 是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那老人其实还会有些什么 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事情 是的 嗯 最美的夜晚 高雄广播电台 最动听的声音 FM94.3 我是主持人李彦欣 我是主持人李循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彩虹旗的世界 嗯 我们今天晚上在谈老人家的容举室 也就是老人的性需求 的小房间 嗯 没错 自己的小房间 不过说真的 我想听众朋友要知道 我那时候刚看这新闻 我去问了那个主持人 另外一个很笨的问题 我就说啊这容举室 啊不就是自己在房间里面 就处理就好了 嗯 结果 那个我们的主持人跟我说 因为在容家里面 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的 很多都是三四个 住在同一个 就像我们 大学 我以前大学 或书 或师专的时候的宿舍这样子的 好我才想知道 哦原来哦 欸原来自己都没有隐私的 所以就必须给他一个隐私 没有错没有错 当然也有一些的 照护机构 他们是执行一人一室的 或是两个人一室的 也有 我觉得那个就自己 就有很多私人空间了 不需要这些 另外的空间 是 所以像台北市的农家 那天他们就有分享 他们说他们就可以不要有这个单独的房间 因为他们本来的设计就是有两个人一间 跟一个人一间 对 而且有自己的温宇设备 所以他想在里面做什么 我们 没有问题的 对 只不过他要邀请的人进来 对 对 这个就会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对 OK 大多数 只要他说是他们的伴侣 或是朋友 嗯 其实是不会去过婚 对 因为他们都已经成人了 没错 就不能再管了 是啊 就 就 所以 这个当下 他们觉得他们缺乏的就是 还要给这些的农民 给一些的比较好的性知识跟性观念 他觉得他们缺了这个 房间不缺 就是在知识态度上 他觉得要给他们 让他们在这有生之年 可以好好的去把他们的快乐 是 展现出来 是啊 就像我刚说的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叫做爱 对 可是其中第二还有 比如说做自己喜欢的兴趣啊 完成自己的梦想 梦想 对 也是很好的 所以有些的长者 他退休了 他就真的不是只有遛狗跟晒太阳 或是做义工 当然那个也不错啦 对 做义工很好 做义工很好 很好 可以运动 也可以 出去 可是我比较欣赏的是 有一些的长者 他自己原来有自己的专业跟才华 是的 然后他还用着他的专业跟才华去展现 没错 在他的舞台展现 而且还可以赚钱 是 我妈妈现在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做了 我在心目中 是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这个是我的第一选择 因为我看到国外有很棒的一些的长者 比如说他是服装设计界的 他已经八九十岁了 他一样伸展在那个舞台 穿他漂亮的衣服 对 有他的风采 是啊 或是他在某一个专业上 他仍然在运作 对 然后给别人很多的知识 太阳后进 对 我觉得那很好 是的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多就是像这样子 义工也都非常好 千万还是要 我觉得就从自己的专业 或甚至扩展另外一个新的东西 面对不同的人 然后就会刺激我们的头脑 变得比较不会痴呆 我妈妈每天都是为了准备这些演讲 做义工 然后到处去那个推广 然后他每天都要准备很多的材料 比他那时候当老师的时候才认真 对 还忙 还忙多了 有 我现在呢 我家的女人也会这样讲我 她说 你不是退休了吗 你退休了吗 对 你知道你在忙什么 有时候 学生也会问我 还反而见不到你吗 对不对 还反而见不到你 对对对 我也说不知道 但是就有事做 是是是 真的是老人家这件事情这样很重要 完成梦想 然后做很多以前可能没做 或是发挥更多的发挥的 然后性健康这件事情 其实不管是不是有没有完成性交 但是这种亲密关系对老人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这一点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他的孩子没有办法提供他这个部分的这种东西 您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礼拜六跟女儿吃饭 然后他突然呢就 聊起了我的情感 突然的突然的 然后就跟我说 你女儿有进步哦 他就说 妈妈 我觉得你可以认识小你15岁的人哦 是 我说请说 是 他说你应该是可以的 可是不要是同年龄或是比你年纪更大的 那样子比较不好 那我就开他玩笑 我说好女儿你现在已经30多快40了 那你要找的就是可以 同年龄 然后比你更大70的也可以 哈哈哈 你们两个互相 你们两个互相取笑 那我说 不是 我说你不见得要一婚的人 对 跟他结婚 对 你可以跟二婚的人结婚 最好已经有小孩也不用去烦恼孩子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他说有有他这个都想到了 他以后结婚的时候呢 就是收取别已经生好的孩子 对对对 然后呢 就不把自己限制了 对 然后我就说那不用同日结婚吧 对 你们两个 就聊到这样 是 所以他一直觉得说 那个半个很重要 我跟你讲搞不好 他结婚的比你结婚的年龄还要大 哈哈哈 诶有可能啊 哦对哦 有可能有可能 因为你这样15岁 所以是50啊 嗯有可能有可能 对不对 他网上你说他70的也可以啊 对对对对 也可以 你们两位 就很好笑 所以我觉得子女哦 应该要站在一个支持 父母的立场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指说亲密关系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需要 其实不是年纪大或年纪小 我刚刚说的 他其实不是说高潮或是怎么样 而是我跟一个人亲密 然后身体或是心灵上面的这种亲密 这种亲密其实上是小孩子无法做得到 无法供应的 那这种亲密其实也是 也是爸爸妈妈无法供应给小孩子的 没错 对这只有就是自己每一个人他要的东西他都不一样 这个不是别人 不是爸爸妈妈 因为那个是romantic的爱吧 对 而不是亲情的爱 是是 或是朋友的爱 对 可以去做替代 是的 一定要记住 但是呢 现在有一些的人 或是有一些的子女 就会很期待用天伦之乐 天伦之乐 就是爸爸妈妈帮我们养了照顾小孩 对 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跟时间 然后我们有去旅游的时候 把爸爸妈妈带着 当然是孝顺 可是那个永远这样做是不能够完全替代的 没错的 没错的 就像父母亲即使再给孩子再多的爱 孩子需要谈恋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事实 没错 对所以即使爸爸妈妈他们年纪大了 如果有善偶 或是如果有因为其他的原因 他如果一个人 其实他所需要的罗曼蒂克的爱 也不是小孩子可以供应的 也不是孙子可以供应给他的 因为那个情感面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觉得 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讲 有这种罗曼蒂克的爱 或甚至是性关系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健康 生理的健康 心理的健康 都很需要的 从今天我们的谈话里面 又让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 我刚刚说的 除了照顾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 还有住民 要接受相关议题的性知识 性态度跟沟通技能以外 来了我们的新对象就是 我们的这些的孩子们 没错 没错 因为孩子们有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干扰跟主力 没错 您知道我觉得有时候 我接触的那个状态是 他们其实社工很害怕 除了是传播媒体 他们最害怕的 其实来自于孩子 他们会认为 小孩子认为 把爸爸妈妈送到这些养护机构 你就应该要帮我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 让他不要有任何的非议 对 然后就是在那个路上 然后心无旁骛你知道吗 就像那个马一样 我都开玩笑 就一直往前 那往前其实算是死亡 我觉得 然后那个旁边很害怕他的爸爸或妈妈 然后就可能情感外移 或是他们有一些其他非奔之想 然后成为怪叔叔 然后就觉得好像他老不休 这种东西 我觉得其实很大的一个压力 是来自于父母 是来自于他的小孩的 很多我觉得社工其实这个部分 所以这些长者的儿女们 也是我们教育很重要的对象 没错的 我们真的真的是 新教育就是一个全民 你知道就是全民的教育 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面对的状态 所以他应该要有很多不同开放的思维 没错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一块 因为他要顾忌到儿女 然后另外长照机构的照顾员 他们是家长 有时候他们是出钱 让爸爸妈妈去住的 所以爸爸妈妈就反过来 要去限制在儿女们的价值里面 那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是 我们要再做一些努力的地方 没错的 因为你也知道有的时候 讲现实面 我刚刚讲的其实上次情感面 觉得可能我自己的爸爸或妈妈 又在爱上了另外一个人 那个东西其实对我原来的爸爸或妈妈 其实是一种背叛或是怎么样 或认识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 我老爸跟我老妈怎么那么老了 还有这些 还有新伴侣 可是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 是我们没有考虑到 有可能是经济 经济的问题 您知道就是譬如说 结婚所带来的法律跟经济 跟财产的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钱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这么多 有的时候人家钱很多的时候 就要考虑 未来到底有多少人跟我分这个财产 对不对 这个也可能是老人家们带来的一些问题的 所以这一点是财务上的分配 跟遗产的处理 是是是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现在有一些坊间的律师 都一直在开遗产分配的课程 真的喔 而且三堂课九千块钱 每一堂课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没有小孩真的单纯很多 像没小孩的也不用去考虑到遗产分配 反正就以后该谁给谁 台湾它比较特别 它有一个特留份 对对对 特留份 特留份 因为国外是没有这一块 用遗产 没有遗产的这一块 所以这个特留份 我设定遗嘱 对就是谁给谁 可是台湾有一个特留份 特留份 所以它就会变成增值的来源 是是是 这个很麻烦 是 非常麻烦 所以都不晓得 是不是要活着之前 不是要过世之前 把钱用光光 我也好希望 对自己是这样 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死起将至 没错 没错 又怕提前用完了 然后还有一段日子没钱 对啊 您看现在安倍晋三 谁知道他出去那一瞬间 结果就没回来了 对不对 没人知道 所以意外随时都到 所以老人呢 其实在这时候去谈恋爱 我觉得好 很好 一个是 就是这时候的爱 我会认为是真爱 嗯 李勤主持人是这样 为什么会认为是真爱 因为年老了就是社衰了 没有以前漂亮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看外表跟美貌 美丽的外表是无言的介绍 可是人老了以后呢 你没有那个美貌了 而且美貌就已经去掉了 嗯 然后第二个你没有地位 因为大多数退休了 对 那个全会不在了 是 然后财富呢 当然也会有人多一些 有人少一些 呃 还有呢就是没有生育的那个压力 对对 年轻的时候你不管怎样 有人要动软啊干嘛 都是为了那个生育 对 好这个都没有了 对 所以呢外表的美貌 地位 生育的压力都没了 如果你还会去爱上对方 嗯 跟被对方爱 嗯 我觉得那个叫做无条件的真爱 嗯 那个年轻的时候呢 那所有的条件的匹配的东西 都会放着 到了老人家之后 其实都差不多了 嗯 因为你即使再怎么样做到将军 退休之后 你还是一样穿吊嘎 在家里走来走去的这种人道 他就会跟那个小学 国中高中生一样 初恋的真爱 很像 因为我常说 学生们在谈恋啊 为什么他们会很容易 老了以后 长大了以后 怀念 嗯 因为学生时代的学士背景都相同 你国中我也国中 我不会学历比你高 嗯 钱其实都是父母的 又不是我们两个人赚的 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都还青春 都就这个样子 那也没有什么地位 我们就是学生 所以这时候会谈恋爱 我觉得纯 你那时候 您的意思就是 反正大家都一样的 平等 对 然后一样的单纯 对不对 然后也一样的纯 对 都一样 对 然后教育 开始慢慢让我们产生的阶级 对 对 喜好 开始慢慢我们都知道自己喜好了 以前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喜好 反正就咱们来试试看 对不对 尝试 大家都一样 也没分 然后 有啦 唯一啦 成绩 你看过那个成绩很好的女生配上成绩很坏的男生的那种的 爸爸妈妈也会觉得 不素腿 对 我的女儿 看上这种傻小子 成绩那么不好 或是将来可能没有前途 就是 成绩那么不好 可是后来成绩不好的都当董事长 没错 你怎么说中我的心事 我小时了了大会比佳呀 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少年时期的爱跟老年时期的爱都真的很纯 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条件 不像我们在可能婚姻的时候 我们都缠很多的条件 虽然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所谓的爱情 要先谈恋爱或怎么样 可是事实上那个本来 还是有条件 对 其实我们在过滤的过程都有形无形带着条件的 比如说经济地位 社经地位 教育 甚至连身高对不对 还有外表 到底白或不白 这些都是带着一些条件的 所以说穿了 年轻的时候 有性的冲动 我那天也谈到了性贯穿一生 是 包含了你到青少年出生 有性的这个好期 儿童时期 到青少年性的活跃 所以性传染病 还有这个堕胎 怀孕的事件 然后到了中年 清中年的时候 你要结婚约会 还有离婚分手 是 到了老年 你有可能再婚 对 然后亲密关系的重巡 是的 性功能的障碍 所以他灌其一生 其实没有一个人脱离得了 没错的 而且中间其实上不断的循环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听众 别以为性都只有在某些年龄层身上而已 是的 这就太小看我们人了 所以他贯穿一生 所以到老 还没有进棺材之前 都有需求 没错的 而且这都很健康 欢迎大家呢 就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 收听我们的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0.3 采文七的世界 拜拜 拜拜